度了一个假期 希望大家能够上课的时候精神好 我们这个课程也是个兴趣爱好课 主要是讲圣经相关联的历史 圣经相关联的历史 圣经相我们启示他在历史当中的工作 我们不要吹牛 效果世界上面某一些人 圣经是世界历史是什么历史 生的怎么个历史法对不对 怎么个历史法 你怎么对不起 我们同学 我们还爸爸妈妈在听 我们学历史 不要我们做人做事 不要吹牛 人 现在可收小一点了 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做到什么程度 做不来的事情就不要瞎吹牛 比如说我们说世界的历史 上帝的历史 怎么个历史法 上帝怎样在历史当中工作的 这是个难题 这是个难题 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佛神 主啊你让我们明白你在历史当中的 是如何工作的 你是如何做事的 如何通过你的创造制度 护理自己的原子或者御子的 天后求祝联名和帮助我们 你是怎样护理这个世界的 特别是你是如何看过你的教会 看过你的儿女的 求祝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明白 也是用在现实生活当中 知道如何形式为人 祷告分野 耶稣基督 都是你们明求 我们学了这么多 我讲了两遍圣经的历史 我们发现上帝的工作 他向我们显示哪些工作呢 他的焦点在哪个地方 就是他的国度 他的教会 所以教会 你说中国教会独大的势力 那个金广县是咱们修的吗 不是对不对 奥运会是教会办的吗 是不是 不是嘛 你吹啥牛啊 对不对 那个航空母舰是教会去造的吗 中国现在有三艘航空母舰了 是教会造的吗 不是嘛 对不对 你凭良心说话嘛 对不对 凭常识说话嘛 你说那个 不是中国是 美国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是教会造的吗 美国的宇宙飞船 那个飞到太空去的那个人 是教会发射的 发射的宇宙飞船吗 不是嘛 对不对 你凭良心说话不是嘛 那你怎么说 历史是以教会为真心的 然后同学你能告诉我吗 学历史这更多的是思考 更多的是思考 背圣 你看我让大家 主要是背圣教会 圣经的经文以外 我没有大家教大家背圣过什么东西 有个实践 941年 941年你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一定要记得 大家知道吗 因为比较清楚的历史 公元前941年前 我们都不清楚 比较明确的是 公元前941年以后的历史 这个你一定要记得 我不知道听什么 为什么同学们 不喜欢回答我的问题 我老是问问问题 那就不理我了 你想过吗 我们是不是教会在吹牛 今天我们学习 俄巴迪亚的副诗 俄巴迪亚书是一句 很短的书 是旧约里头 最短的 新约里头最短的一句书 是哪里书 各位新约最短的一句书 是什么 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对 约翰二书很短 但是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它往往是连在一起 都是约翰的书 信了 连在一起的 单独的一句书 是谁 尤大书 尤大书的 尤大书 就是启示录前面的 尤大书它是单独的 约翰一 约翰二 约翰三 它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你把它分开看了 就可以说成是 约翰二书是最短的 就几句话 怎样避免异端 伯巴迪亚书呢 虽然也很短 尤大书也很短 但是你不要小看尤大书 尤大书所指出来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藐视上乎的法语 把阴性成义当作一个 不要脸的抹布 我干了什么缺德的事 我只要阴性成义了 就没事了 反正我们就不靠行为 比如说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那个霍洞 专门写的本书 叫做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对中国的改革政的危害 就是毒药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回应呢 这个毒药怎么移植呢 就是尤大书 你把上帝的恩典当作 放证情欲的机会 提摩太凯乐这种危害 那你怎么移植呢 就是尤大书 就是尤大书 尤大书我不会讲 但是这句书很短 非常有用 非常有价值 让我们做信息的时候 不要因为阴神成义 就放证情欲了 那实际上就是魔鬼撒旦的作为 短短的理由就是 那今天我说俄巴迪亚书是什么 俄巴迪亚书 俄巴迪亚是大概在主前586年完成的 这一年是什么日子 公元前BC586年 这一年是什么日子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记得吗 犹大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 同学们 还记得吗 犹大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 看一下后面 587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看一下后面的 看一下 你不知道翻一下 书你会翻吗 对不对 那个圣经316页 587 看一下后面的 586 587 对不对 因为它不是很准确 有的说的是587 你翻一下 你不要偷懒 315页 申请后面 我的书是315页 耶罗撒冷这年 垮掉的 失落了 失落了的时候 我们前面还学过阿摩斯书 到犹大国灭亡的时候 以东国在干什么事情 以东国在干什么事情 以东啊 看着弟弟受苦 不管是看着你受苦 不管看着你受苦 还算了 对不对 别人没有 因为你要保护 撑火大姐 撑火大姐 像你的兄弟 攻击你 攻击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 我看一下 大家比方来说 咱们家房子企划 你和我 我们走在街上 你跟小老师 然后 有一个人把我们打晕了 一棍子打晕了 打晕了 他把我们的那个手机 钱把他给抢走了 然后那个盗子盘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邻居也过来了 看到我和你啊 躺在街上 钱包和手机被抢了 但是他觉得呢 你身上的 还有一支笔 比较值钱 把你的笔给拉走了 然后他觉得你身上呢 仔细看一下 你跟那根皮带 你身上的那根皮带 也比较值钱 然后把你和我的皮带 也给拉走了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不能在当下 邻居去了吧 当时的犹大国 就是这种招威 犹大国是被谁灭亡的 是被巴比伦帝国 灭亡的 不是被 但以东国呢 在称火打击 不但称火打击 还讲了很多难听的话 我们看视频137片 视频137片 他们还不但称火打击 我请视频 我请孟景琪 你读一下 第137片 第7节好不好 第7节 老师是 诗篇137片 第7节 第137 第137片 第几节 第7节 好 称谢 称谢 那造成大光 137 你读出了吧 137诗篇 读136 137 耶路撒冷 中大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 拆毁 直拆到根基 伊哥华 请你纪念着仇 乙德仁在干什么 我们翻回来 翻回到俄巴迪亚书 乙德仁 我们前面 也学过 那个 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 也谈到了 以东的灭亡 三番五次的犯罪 他们呢 在旁边 讲分鸟 我们中间拆毁 这个拆毁 美国采访的月头表 和欢喜快乐 就像昨天是911 不是前天 是911 那么有一些中国人呢 就缺德 哎呀 这个 这个恐怖分子 真的是 太好了 把美国 两三次看看 这就是以东人 这就是以东人 知道吗 我们国家主席 当时 当然我们国家主席 江志明同志 坚决反对 恐怖主义 支持美国反恐 知道吗 我们国家没有这么做 但是我们国家 某一些人 就像以东人一样的 看到别人受苦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美国的 伤自他 被恐怖分子搞回来 然后日本呢 日本遭上了水灾 红灾 哎呀 太好了 把这日本鬼子淹死了 请问今天的日本人和 那个 阿咱的日本人 是一帮人 他是当年 清理中国的日本人 他不是嘛 对不对 你不应该这么 心宅落后 你看到别人 受苦 受难 那些侵占中国的 那些日本兵 已经不知道 已经过了几代了 甚至有些都 断层结孙了呢 我们不能这么 心宅落后 心宅落后的人 不免受罚 不能够免受 刑罚 这个是上帝的 普遍规律 你明白了 这个历史规律的时候 我在讲的时候 不是讲一个 道德性的 简单的 道德性的教训 我是讲一个 历史性的教训 以东人就看到 犹大国受伤 受宅的时候 他在旁边说 拆毁 拆毁 制裁到根基 再把这个东西 全部给他给收掉 就像我们中国人 看美国的911事件一样的 看日本东京大地震一样 这么幸灾落后 这些人都会受苦 我跟你说 上帝一定会惩罚他们的 但我们国家主席 江志明没有这么做 而是直接发去吊唁 就是说 安慰美国人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受苦的时候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所以上帝当时也赐负了中国 让我们中国经济跟美国困在一起 人家也需要朋友 对不对 人家受苦的时候 谁来安慰我 肯定是把你当朋友 是吧 我受苦受苦的时候 你还幸灾落后 那怎么样 咱们不是朋友了 这是仇敌了 我这个事情 在历史的叫俄巴迪亚 586年的时候 就是一个方面安慰以色列人 因为以东人不一定会读达的书 什么 以东人是外邦人 他不一定会看俄巴迪亚写的书 俄巴迪亚写 俄巴迪亚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认真听 我讲完这边以后 我以后还不会讲 我不知道 就是示范和敬拜神的意思 他就是示范和敬拜神的时候 他做的工作 不是很长 不像耶利米和以色列人的话 在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他就在586年 这一年醒起来的 上帝让他做这一年工作 一个方面 大家没事把巴迪关一下 我这里快去了 新疆了 我这里不好关 有时候 不好关 我这里关的时候 你们安静去这儿 好 俄巴迪亚他就是586年 在犹大伊罗撒冷城 灭亡的那一年 灭亡的那一年 具体上下有多少 他就认 安慰以色列人 警告以色列人 主要安慰和警告 是两个方面的事情 安慰以色列人 你们被掳到巴比龙 还是有福的 上帝的恩 没有弃绝我们 另一个为警告以色列人 你们趁火打劫 你们讲分量话 上帝会管教你们 这什么意思 让上帝的儿女知道 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 今天很多地里面不知道 也不在乎上帝是公平和公义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信耶稣 我不知道 但是他真的不知道 上帝是公平和公义的 上帝是公义的神 对自己儿女的犯罪 绝对不会姑息两间 就像一个政治的父母 看到自己的儿女偷东西 他会不会管教她 哎呀偷东西偷得真好啊 对不对 你怎么把孟景奇他们家的 那批驴子给偷回来了 哎呀你怎么把袁木恩他们家的 那个那只鸡给捉了 把鸡恩他们的车也给开了 你真厉害 你真好有本事啊 没有一个正直的父母 不会这么夸奖这些人 他会删他两下 他棍子打他屁股 哎 你自己家 东西还不够你吃吗 你偷人家的鸡干什么 就不会 不会姑息养姐 但是 我的儿子和女儿 被人欺负了 我做父母都不管吗 我能不管吗 我绝对不会不管 对不对 我怎么会 游大国 这些人是上帝的儿女 他是犯了罪 改管教 但是是父母在管教 你不能够冲火打击 比如说 陈希 你爸爸管教你 别人能不能到旁边踹你一脚 你比如说你犯了什么 过犯 你爸爸或者妈妈 拿个鞭子来管教你 别人可不可以在旁边踹一脚 或者抽一个耳光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这么做 绝对不可以 对不对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对 所以说 在外邦世界 父母 不会不管 你不能够欺负我们的孩子 我的孩子有过犯 是我来管教 是我父母来管教 不是你 你都人在旁边讲分量话 我也请告诉你 我的儿女 我管教 我不会往死里的 我会给他们留下一点 敬请的后预 我惩罚的是那些 悖逆的 那些反叛的 那些不顺服上的 那些真正的尽钱的 上帝会保留 对不对 上帝会保留 他们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了 还有一些非常贫穷的 就留在了 什么呢 那个耶罗撒兰 那些耕作那些庭院 对不对 上帝是这么安排 这么安排的 我们看一下 那么 这就是俄巴迪亚写这卷书的 它也分为两部分 一到一十六节 一节到十六节 一节到十六节 是讲什么呢 上帝如何审判移动 为什么要审判移动 为什么要审判移动 我们我看一下 我请我同学读一下 基恩你读一下好吗 读一下 俄巴迪亚书一到一十六节 你读一到 太多了 一到第九节吧 你读一到第九节 好吗 俄巴迪亚吗 俄巴迪亚的 一到第九节 俄巴迪亚得了 耶和华的末世 论乙东说 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 并有使者被拆往列国去 说起来吧 一同起来与乙东征战 我是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 为人大大的藐视 你住在深恩玄中 居住我在高处的 你一狂傲自欺 心里说 谁能将我拉下地区呢 你虽如大鹰高飞 在星宿之间大窝 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 这是耶和华说的 道贼落来在你那里 或强调着夜间而来 你何竟被剪除 那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 摘葡萄的 若来到你那里 岂不剩下的葡萄呢 以扫的隐秘处 何竟被搜寻 他隐藤的宝物 何竟被查出 我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 直到交界 与你和好的都欺骗你 岂胜过你 因为你一同吃饭的 岂射向 网络陷害你 在你心里却毫无聪明 也要说到那日 我岂不同意 都除灭智慧人 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 提马呢 你的勇士必惊慌 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要被杀戮剪除 好 谢谢 这是上帝如何 其他外邦人时代 就是巴比隆的势力 把以东国给灭亡了 以东国呢 它是个 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我这没有地图了 以东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比加兰地位置很好 它是个中东南北贯通的交通要道上面 它两边都是山 真正有一条路 这这条路呢 是个商业要道 所以以东人退 他可以呢 种地 进呢 他可以经商 他的地理位置很好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 一福当关 万福莫开 这种 他自以为很激 但是上帝说 一定会把你处罚 虽然你如大言高飞 你可以在行宿之间 你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你狂傲自欺 这种人 我一点把你成了高叔拉下来 提马呢 就是这个以东的一个城市 叫提马 就你原来人的聪明才子 依靠世界上面这些势力 这种的就没有 你嘲笑教会 你嘲笑神的儿女 这种结果呢 就是这样子的 受法的原因 原因我们看 10到16节 我再请我同学 读一下 我请延许同学 好吗 读一下 延许你读一下 10节到16节 好吧 延许 老若还没找着 欧巴迪亚书 你不知道 905页 同学们 你圣经要读一遍 好的 你圣经不读一遍 你学圣经历史 告诉我 我就很懒懵 你学不来 额巴迪亚书 10到16 10到16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报 羞愧必遮盖你 你也必永远断绝 当外人採掠雅各的财物 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 被耶路撒冷 沾揪的日子 你竟站在一旁 向与他们同伙 你兄弟遭遇 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着 犹大人被灭的日子 你不当因此欢乐 你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我民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 简如他们中间逃脱的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将他们圣派的人 交给仇敌 耶路华惩拔的日子 临近万国 你怎样行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你的抱怨必归到你的头上 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 怎么喝了苦杯 万国也必照样长长地喝 且喝且夜 他们就归于无有 谢谢 这里看到了 犹大国确实是遭受了神的审判 但是世界上的万国 他也遭受了什么 那审判也有什么不一样的 首先处罚的程度是一样的 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说 一个基督徒切菜 会切到手会流血 那个非基督徒切出来也会流到血 这是极乐效应 但是结局不一样 为什么结局不一样 基督徒有神的救护 就是一个爸爸妈妈 会给你包扎手 如果你没有爸爸妈妈 你切菜切了手怎么样呢 就没有人听就包扎 甚至会都破上风而死掉 就这个意思 神是公平和公义的神 有罪恶一定会处罚或者说管教 叫做报应 处罚管教合在一起 都叫做报应 所以说报应这个词语 是真信的 是真信的 犹太人有过法上帝要报应 乙东人有过法也会报应 那么报应的结果有两种 一种是叫处罚式的报应 就是说乙东人的处罚 天下万国的报应 你们的结局是灭亡 犹大国犯了罪也是报应 但是他属于管教式的报应 大家记住 管教是父母对俄语的管教 虽然一样的打屁股 打了屁股流血 一样的切菜流血 但是犹大国的身上 还有神的爱 神会替他包扎 不会让他得破伤风 知道吗 打伤了他还会遗止 所以犹大国说上了 他被掳到巴比伦 他的子孙后代还继续存在 上帝尽情的后裔还在 那么乙东人 你灭亡了就没有了 就断子绝身了就没有了 最后一个乙东人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给大家讲过 最后一个乙律 就乙律是就没有了 就证明了上帝的公平和公义 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 他也有慈爱 这慈爱只属于上帝的儿女 就像我们看到了一个战场上面 大家都受伤了 大家都无家可归了 但是有一个人还有爸爸妈妈 那么他就把儿子或者女儿 接回家里头给他包扎 帮他养伤 然后他回复经历 那就无儿 无儿无女 那些孤寡的人了 他没有家的人了 就怎么样了 就这么灭亡了 就这么死掉了 但是处罚还是一样的 知道吗 因为神不偏待人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有一种错误 因为是神的儿女 就不管教了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你不要用上帝的慈爱 来否定上帝的公平 也不要用上帝的公平 来否定上帝的慈爱 这个是并不矛盾的 这里讲审判万国的时候 就是讲这件事情 尤大已经被灭亡了 但是他有愚种 有愚民费了到巴比林 那么尤大也会被灭亡 但是你没有了 没有愚民了 你是彻底的断子绝生了 就这个意思 没了 没了 全部下地狱 也等人 好 以色列的圣灵是什么意思 以色列圣灵最后 第七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我请陆路读一下好吗 就是陆路同学 麻烦你读一下十七节二十一节 这比较短可以读 长一点的书籍就没办法读了 陆路同学在吗 陆路同学在吗 麻烦你读一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好吧 不方便是吧 我来吧 不不 以后都换你同学 不能一个同学 我再换 我看一下 我这个网络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按了一下 出不来 后面的 杨阳同学在吗 杨阳 杨阳在吗 在 麻烦你读一下 十七到二十一节 好吗 在县上必有逃脱的人 那山野必成圣 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 约瑟家必为火焰 一扫家必如碎 碎 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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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必将它烧着 囤灭 囤灭 以扫家必无 必无 圣 圣灯 这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说的 南地的人必得以早山 高原的人必得费地 使地 耶德以发连 和撒玛提亚地 人必得费地 在下辣人中 被 被老路的 以色列众人必得 地 直到 撒勒法 撒勒法 在西法拉中 被路的耶路撒冷人 必得南地的 承拔 承地 必有拯救者 可圣 到 西安山 真 潘 以扫山 国度 聚会 和华乐 阿们 谢谢 各位同学 这个圣经比较短 我还可以 让同学们读一下 像耶利米书 那些 以色列 我就没办法 带大家读了 后面的还有 单一礼书 也没办法 带大家 因为比较长 比较长 大家知道的理解 就是说 这里就是讲 最后 以色列还会得胜 就是安慰以色列 以色列最终得胜 以少加来 全部灭亡 全部灭亡 就讲的这一件事情 我们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就俄巴底亚 是不是就这么学完了 这告诉我们 这什么历史的意义 就是这上帝的教会 猖火打结的那些族群 这种 要灭亡 灭亡 那么 秦卡基督村民分的族群 他也是要灭亡 就这个意思 你都能灭亡了 我把电脑重新启动一下 说什么原因 大家先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钟 九点一诗试过来 九点一诗试过来 我把电脑重新启动一下 为四番剑仇人 都当成一颗寻找 一时后 都高你大水翻译的时候 比雨说明示 你都能灭亡了 你都能灭亡了 缓绕我 我要教到你 这是你的心的路 我要平静在你身上 宣説你 你不可想让我师弟罗马 别用召唤陪他累住他 不然就不能迅速 恶人比多守不住 唯独依靠 耶和华的比喻思爱 四面我尿堂 你们一人应当 靠耶和华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忠致敌人 都当光顾 都当光顾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正知人的赞美 是何意的 你们应当谈 琴城谢耶和华 他用事选择歌 歌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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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当他 唱新歌 弹得巧妙声音红凉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 正知 翻他所作的金兜声事 他喜爱人 一股贫平 遍地满了 也和华的慈爱 祝天节 也和华的明儿早 万象节他口中的情儿长 他聚集海水如泪 手擦水扬在湖方 愿全地都敬畏 也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 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里就灵 也和华是列国的 臭酸归于无有 是忠民的思念 无有功效 也和华的臭酸 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 万代成存 我曾经启动了一下 是我今天早上忙着去写文章 就忘了把一根网线给插上 插上网线的话 有线的话效果别 跟无线的效果也好很多 我记得你们在家里面上课也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 就是说你要上课的话 你要应有线 有线的效果比无线的效果要好 但是有线就不能够翻墙 找资料 我们搞历史要到海外去找很多的历史资讯 比如说维基百科之类的 还有一些英语网站也就翻 那你有线的都不能够翻墙 你把那个有线要拔掉 拔掉的时候你才能起那个VPN 是吧 所以早上小老师电脑效果不太好 我估计也是跟我的有线有关系 好了刚才我们讲一下 老师别缩小了 老师别缩小了 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下面 有些问题是别人不需要面对的 但是我们也要面对 是网络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 老师瓶又黑了两点 喝了两点 这这 这又出来了两个大黑方块 哦 只有一个黑方块 又出来了一个长的 哦 这个你要调整看你那边的网络 我不知道你上别的课 有没有这种效果 这应该是你的那边的东西 我这边都根本控制不了 哦 我这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我慢慢求求联名 求求联名我们 老师 您是不是得把那个东西挪走 这样就不会有那个黑条 因为我在这看也有一个黑条 挪走是吧 如果他挪走就会就会没了 那个黑条 好的那就这样挪走 好 我们今天现在来讲那个 丹一礼书 丹一礼 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讲丹一礼书 而且具体的经文 你们要自己看了 丹一礼 这个实践呢 是 大家看一下巴比隆 他跨越了两个王朝 一个巴比隆王朝 一个波斯王朝 他告诉我们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俄女 我问大家一点 丹一礼有没有为巴比隆打仗了 当波斯 当波斯 统治巴比隆的时候 丹一礼有没有带领他的军队 带领反抗波斯的统治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 他为什么不保卫巴比隆呢 因为神预定巴比隆灭亡 神预定波斯灭亡 但是你不光是预定 然后这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你怎么知道神预定呢 打个比方来说 现在中国 我和日本打仗 你要不要保卫中国 你怎么知道 你不用保卫中国呀 就是 就是政府逼迫我们的时候 我们 我们就不反抗 然后呢 等到 等到 他 等到他毁灭的时候 我们也不帮他 对 反正是对的 不是说预定不预定 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这是预定还是不预定 对不对 我们不是我们是事后诸葛亮 在这吧 各位同学 所有发生的很多事情 大部分 绝大部分事情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 绝大部分事情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们并不知道 比如说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打仗 我们知道谁会赢呢 谁会输 不知道吗 我们最近这两天才知道 那个 那个乌克兰反攻了吗 那你一百天以前你知道乌克兰会打赢吗 不知道 不知道吗 对不对 你说你是神的儿女 但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就不是上帝的儿女了吗 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人嘛 主要是这是两个国度的问题 大家注意 一个是属神的国度 一个是属撒旦的国度 你没有必要为属撒旦的国度去打仗 记住了没有 当然有一些糊涂了糊涂人民了 那么他就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叫什么 看到那狗在打架 你把他揪住耳朵 你不要打架 可不可以 两只狗在咬 你捏嘴子狗耳朵 你说你不要咬了 你们都要和平了 要相爱啊 你能做到吗 做不到 你的狗反而咬你 对 真验书上面有一句话 过路不管干几个事情 就像人去揪狗耳朵一样的 那狗不但不会感谢你 他反过来怎么会呢 咬你 怎么 狗的耳朵能抓吗 你们家有没有养狗 狗耳朵能够揪吗 你能够揪狗耳朵吗 不能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憨一点的 听到夏老师这句话 夏老师讲的肯定有问题 狗耳朵为什么不能抓呢 我就去揪一下狗耳朵 你试一下 结果是怎样的 一般情况下你的手会被骨咬 一般情况下 但是有些狗 你试一下去揪一下狗耳朵 那就麻烦了 狗耳朵是不能 就是你过路不敢挤的事情 你已经怎么样了 被狗咬伤 但以理告诉我们 不管是巴比伦 征服了犹大国 因为犹大国是活该 他虽然是上帝的国度 但是他是活该 但以理没有带人去造反 把推翻巴比伦的统治 虽然他也是宰相 他有领导力 他绝对的有领导力 他能够做宰相这样的职务 他没有领导力 没有本事 他们要去推翻巴比伦统治 但巴比伦灭亡 他也没救过 我要带领城里的老百姓 我要保卫巴比伦 他也没有干这种事情 你注意到没有 他没有做这种事情 今天有一些人就鼓励基督徒 去干这种蠢事 关你什么事 巴比伦灭亡关你什么事 你要保卫的是耶路撒冷 保卫的是上帝的国度 你没有必要为巴比伦去牺牲 知道吗 那至于怎么个预定法 也就是我们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同学们 我们是 虽然我们是信耶稣的 但我们不是耶稣 对不对 我们是信基督的 但不是基督 也就是怎么预定的法 你给他搞不清楚 是不是 当年俄罗斯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时候 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我们都认为了俄罗斯 会把乌克兰给干掉 为什么 乌克兰太弱小了一个国家 知道吗 太弱小了 俄罗斯是世界抵二军事强国 抵二军事强国结果 大人打小孩样的话 我们在这小孩被打死 但怎么样呢 其实他越打越勇 这个不是我们知道的东西 我们基督徒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你说夏老师 你不是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我也是人 对不对 神预定的事情 我也搞不清楚 不知道吗 对不对 你知道这玫瑰911事情吗 如果没有发生911事情 你知道吗 不知道吗 我正在深圳的房子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涨价 还跌价 对不对 我哪搞得清楚 所以你要承受 圣经的那些原则 好 我们就这个 我们讲的不是我们正体 单一礼 这是什么意思的 他是神是我们的审判者 他这个意思 这话什么意思 这名字取得很难听 神是我们的审判者 就神是我们的报应 一个意思 为啥取这么一个名字 这么难听死了吗 因为他被掳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 犹大国被那个什么 巴比伦征服的时候 征服说明什么 就是活该嘛 神是我们的审判者 就说耶稣上的 遭乱是活该的意思 就是活该的意思 这很难听 打个比方来说 现在有一副基督徒 家里面 遭乱了 老婆死了 妈妈生病了 儿子出走了 然后你是个牧师 你去阿卫他 兄弟 你所遭乱的 都是你活该的 你听到这会怎么想 你怎么想 是一个半死 但事实是真的是 把他直接给赶出去 对 但是事实确实也是这样 神是我的审判者 但一里就这个意思 他的名字就告诉犹太人 你们所受的苦难 你们家破人亡 流亡 一国他乡 都是怎么样的 上帝是我们的审判者 不是巴比伦 巴比伦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 是神在借着巴比伦的审判 有大国 但一里的事就这样 这个意思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只有那些金钱的人 才能够听得出忠言 而且不钱不义的人 神人可能挂着这个基督徒的名字 他觉得听不出但一里这种话 很难听的 神是我的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所受的一切苦难 都是活该褒义 我的天 这话怎么说得了 好 丹一里在这里头和他的朋友 在写入大概是 祖后806年 丹一里就是在 就是犹大国那个 没有完全 586年 然后在587年才灭亡的 他是第一批被掳过去 第一批被掳 你不讲 你就算是军队鸡匹把他们掳过去的 他是个少年人过去的时候 是个小 可能就十来岁左右 到底是少年人吗 掳过去了 然后基本上应该按照常规 就是变成太监 变成太监 因为巴比伦帝国 还有波斯帝国 他在王宫里头的人 你不能告诉你 正常人不能进去 除了皇帝 就像中国的皇宫一样的 中国的皇宫后院 这么古代皇帝 一般正常的男人 你是不能够进去的 进去的人都是什么人 在里头生活干活的人 这是什么样的男人 是什么样的男人 弄掉了 变成的生殖器 太监 叫太监 大一里他自己没有儿子 整卷书里头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是根据历史的 事实这么讲 因为波斯巴比伦帝国的皇宫 是要求这样子的 第二 弹一里书 整卷书 没有谈到他自己的 俄语的问题 因为说到他妻子 我的老婆 他没有 太监没有老婆 没有小孩 所以你要在皇宫里 做见证 今天有些人很喜欢讲 你要像 要像弹一里一样的 在皇宫里做见证 你知道你要付出 什么代价 很多人只看到便宜 有好处 四传人有一句话 就这么话 怎么讲的 你只看到 贼娃子吃肉 你没看到 贼娃子爱咒 我打给他一下 你们听不懂 我们这有没有四川的同学 你父母有没有四川 什么叫贼娃子 贼娃子是偷东西的人 偷东西的人 四川叫贼娃子 偷东西的人 吃肉 他偷了很多东西 你只看到贼娃子吃肉 你没看到贼娃子爱咒 你只看到 他丹一里做宰相 很风光 一朝圆满 第二朝又是宰相 第一朝是宰相 第二朝又是宰相 好风光 那我也希望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将来在社会上面 又像丹一里一样的 我也希望女孩子 像丹一里一样的 但是你知道 丹一里付出了什么代价吗 丹一里付出了什么代价 你想跟我说 你只看到贼娃子吃肉 你没看到贼娃子爱咒 他爱咒打得半死的时候 你就没见到 他吃肉吃得很舒服的时候 你看到了 我们人只看到鲜花的美丽 没看到根的尖 鲜花是美丽的 但是根呢 是鲜拿丑陋的 基本上鲜花的美丽 你跟根能不能分开 一朵花很漂亮 我们看到都喜欢 对不对 没有人不喜欢那种鲜花 是这么美丽的 但是鲜花里跟根能不能分开 你说我只要鲜花的美丽 我把它根不要了 请问世界上有这种花吗 没有 它根就剁了的 没有 就插花 有些人想插花 插花了根就剁了 插几天就没有 没有了 它根是在那个粪堆里头 根是生活在粪堆里头 粪在垃圾里头 它才能够有营养 这个话我已经跟很多同学做过比喻 根在泥堆里头 往往是在很臭的地方 很污秽的地方 然后它能够砸根 根也砸下去 既然你说 这个花它跟分离了以后 它就没有营养 共化它那里 它就没了 没了 我们有些人就很幼稚 只要鲜花的美丽 不要根的艰难和丑陋 根本不像那些肮脏 只看到嘴巴子吃肉 没有看到嘴巴子挨揍 这就是很不对的 这种很幼稚的 一直很天真的 不了解历史的人就这么胡言乱语 那么丹伊里在埃及 不是说埃及去了 说出来了 在巴比伦他还有很多艰难 怎么个艰难 人家三次祷告就被人家举报 他的朋友扔到了什么火炉里头 他自己扔到狮子空里去的嘛 一般人哪里受到这么大的试炼 对不对 这都艰难的事情 对不对 你祷告几生到别人来举报你 你活得怎么样 都艰难 但这个告诉我们 你越伟大的见证 越被上约什么重用 你的生活越艰难 越艰难 那这个王朝 巴比伦王朝和波斯王朝 波斯王朝两代王朝 他都是位居高位 位居高位 那么我们今天出了个人性的历史 像的讲解也好了 还要讲那个上帝 丹伊里就大概写在公元前539年 539年 他晚年的时候得到了上帝的牧师 以色列人要被罗为回 丹伊里书告诉我们怎样呢 两部分 一个是历史的见证 一个是未来的历史 未来的预言 两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 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预言呢 我给大家会稍微讲一点 今天我们讲基督教的历史观 丹伊里书 你身体翻过来 这个没办法带大家读了 太多了 少一点的时候 我还带大家读一下 丹伊里书 旧约的864页 864页开始 地道第六章 它是用亚兰语写的 为什么用亚兰语写的 当时要写一个那个 生活在 异国他想的犹太人看 就像我们一样 中国人一样 我们现在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基督的信徒 但是我们生活在中国 对不对 既然把手放下来一下 既然把手放下来一下 没啥事把手放下来一下 我们是中国人 还有一些基督徒 生活在非洲 打仗的环境下面 有一些人生活在中东 周围是伊斯兰世界 有一些人生活在美国 生活比较富裕 有一些人生活在欧洲 周围环境比较败坏 比较淫乱 不过我们什么 这是什么人 各位同学 丽丽你是四川人 你也懂得折挖子 是啥意思 都是上帝的主权 各位 都是上帝的主权 不管你是在生活在四川 还是在北京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生来就是中国人 对不对 各位同学 我喜欢把这个打开给你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各位同学 没有选择的余地 以前你有什么样的弟弟 有什么样的妹妹 有什么样的姑姑 有什么样的奶奶 对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都是上帝替我们安排好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什么东西 但意地告诉我们 知道什么呢 上帝在人的国争掌权 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兴衰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而不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 不管是保守党 还是自由党 还是工党 绿党 这些党派的对话 都是出于神在掌权 都是出于神在掌权 你能够领受这个观点吗 你能领受这个话吗 你能领受吗 不管秦皇 汉武唐正 圣祖 圣月明清 都是出于上帝在掌权 他要将国赐个谁 他要将国赐个谁 就赐个谁 他想要谁做国王就做国王 你要这个信念 要这个信念 知道吗 第二一个 在这个历史的过程 它有个什么变化呢 历史 各位 历史过程 人类的历史变化 是一个什么变化规律 同学们知道吗 我请同学读一下 但一理书 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我请 我请 我请丽丽读一下好吗 丽丽 刚才 丽丽你读一下 但一理书 二章的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好的 是二章的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吗 对 好的 谢谢 但一理书 二章三十三节 是三十五节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 竟有一块 非人手 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项 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 于是金 银 银银铁铁 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 河场上的康碧 被风吹散 出可循 打碎这项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解经现在基本上已经成定了 就是金代表着是古代埃及帝国 埃及帝国 然后是亚述帝国 巴比伦帝国 波斯帝国 然后罗马帝国 有人把亚述帝国拉掉 有人还说成了什么呢 那个 希腊帝国 希腊帝国 我讲到希腊帝国 但不管 这件事情有一点点的差别 在解经方面 有一点点的差别 但不管有什么差别 都说明人类的历史是什么呢 是越来越 你说金子最好 还是泥巴最好 哪个最好 哪个更坚固 金子最好 哪个是金子最好 这是个比喻 比喻 埃及人也不是金子做的 那个罗马人 或者希腊帝国 也不是泥巴做的 它是比喻 比喻什么呢 人性在不断的衰败 你写下来 是人性在不断的被衰败 人的罪恶越来越多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 我问大家 秦始皇有没有看过电视 秦始皇那么有钱 你开玩笑 对 他们也看过电视 那么唐太宗 有没有用过手机 你都别说了 这个1995几年才发明的手机 好吗 好 明白得很好 科技是在进步的 我们的科技 只是在 更新 换代 总共人类社会以后 你学个跟我学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 首先是畜牧业 然后是农业 然后是工业 它是这么不断的变化的 知道吗 社会在变化 但是人性在衰败 人性的衰败在那里 三个方面 这是神学方面的三个方面 一 人性的道德越来越白坏 第二 人的性格越来越软弱 第三 人的眼睛越来越近视 或者说越来越黑暗 人性的眼睛越来越近视 越来越黑暗 就人性的三打败坏 人是软弱的 人性是黑暗的 人的道德是白坏 社会越来越白坏 越来越红暗 越来越的软弱 你知道吗 打个比方来说 一百年以前 你的爷爷 你的真祖父 养六个孩子 八个孩子 他也能够过日子 今天你父母养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就很累 为什么 我们的经济水平 越来越高 我们的收入 你现在干一个月的 所得到的收入 物质财富 是你爷爷 或者说真祖父要干一年 算是更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人追求 越来越体面的生活 越来越体面的生活 越来越自我的生活 那么养育额鱼 也好回很多的经历 你感到心惊疲惫 打个比方来说 我在看手机 我看得很有趣 小孩子找我 爸爸 你给我读一下书 爸爸 我的鸟骨子 哎呀 烦死了 看到没有 为什么也变化了 因为我的心 越来越被手机 被人娱乐给吸引 我觉得我很享受 这个过程 但是我的儿子 或者女儿 要我跟他换子鸟骨 要我跟他读书 怎么办 我就感到很心烦 请问一百年前 有手机看吗 没有 请死网也没有电视看 当我没有电视看 我带孩子就很自然了 对不对 因为我手上没有手机 我也没有电脑 那我帮孩子 什么呢 换子鸟骨 换子鸟骨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跟他读书就读书 是吧 我就很青春了 我心里头没有这个疙瘩了 对不对 我没有手机 这个疙瘩了 我没有微信圈 这个怎么办 这个绊脚石了 你看到没有 现代科技的发展 使人的心灵 变得越来越软弱 前些日子 我给大家讲 你可能不太理解 大家有没有上海 上海被封城了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饭吃 你能够想象 大上海 中国最前的 在发达的地方 中国第一城市 没有饭吃 很多人不会做饭 他只能啃方便面 这就是软弱 因为他有外卖 平时他有外卖 打个电话 手机点一下美团 对不对 好像说叫什么 他就升过来了 那上海的经济 多发达的地方 对不对 升个美团 还很难吗 但现在分城了 就是说没有美团了 那你吃什么 你的自己做饭吃 对不对 但我不会做 我从大学毕业 我就不会做饭了 越来越软弱 还有一个人的百怀 越来越近视 越来越近视 越来越近视的时候 我不是说眼睛 这个眼睛近视 心里的眼睛 越来越近视 我打个比方来说 你们家一个月收入是五万 收入是五万 但是你有没有 因为有五万块钱 有没有安全 你会不会担心物价上涨 你会不会担心学费的问题 问你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可能只有十亩地 他有没有担心这个担心 那一个像你有五万块钱 是不是担心 为什么有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 是他老板把你开除 就华为公司这样的 腾讯 你不知道老板什么 把你扫进去出门 对不对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病 你要去医院 有个正大的疾病 不然你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但是在一百年以前 如果你家里有十亩地 你可以过安稳的生活 只要没有战争 没有饥荒 你十亩地的收入 你的粮食可以存什么 存上三年五年 都可以够吃的 对不对 你带着儿生 每个月的开机都是很固定的 家里地里头有蔬菜 你可以看到十年八年以后 家里面的光景 但你现在 就算你一家 每个月有四万五万块钱的收入 你都很看不到明天的前途是在哪个地方 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瘟疫 你不知道有老板会不会把你开除 你顶多只能够看我现在 你的眼界是非常短的 道德上面败坏更不用说了 更不用说了 不然是男女关系和偷窃关系 你看你的房门 现在一张房也几把锁 看看你们家的门 阿拉高巴我们有几把锁 我们家的门是三把锁 两张门 三把锁 有的五把锁 还有一个铁链整个挂在那里面 为什么 因为社会越来越败坏 你不能够不反制一下别人 敲你的门 对不对 我们家两把锁 是两把锁 一个是钥匙锁的 一个是反锁 对 这就很爽 是吧 对 是吧 我的比喻 这个我不是说你们家好坏的问题 我是说人活在越来越败坏的生活里头 越来越败坏的生活 人类变化金银铜铁银 越来越衰败 那衰败的过程中 为什么是 有一块石头 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打碎天下万国 不是用武力去祝福 而是用福音 用神的话语 用圣灵的工作 在世界各国建立教会 人家在教会形成个整体 这就是世界历史 我们所讲的世界历史 就是单以理书的世界历史 这讲的比较多一点 注意 我们讲的历史观 就是单以理书的历史观 没有别的 别的书 它没有重点讲历史 你看我讲俄巴迪亚 他讲 这叫以东国 对不对 那个 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讲了 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几个国家的 包括犹大和北国以色列 他们的历史心酸 就这么几个 五六个国家 对不对 他们也管天下万国 他们也讲天下万国 那天下万国的变化规律是什么样的 就像金银同体一样的 我再举一个中国的例子 今天的中国 这个90后和00后的 你问一下 基本上没有表弟和表妹 也没有什么表哥 关系很近了 只要读了大学以后 基本上没有表弟和表妹之间的来往 他们的关系 主要是靠同学关系 没有什么亲戚 人的关系越来越测 像泥巴一样的 像泥巴一样的 金银同体越来越衰变 知道吗 那么人所找出的就是基督 他把天下万国给打碎 打碎不是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毁灭 或者把美国给毁灭 不是意思 而是在这些国家里面 建立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是合乎他心意的教会 合乎他心意的儿女 建立一个基督的国度 人而像一种山一样的匆忙天下 这就是世界历史的改变 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 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徒行 罗马说八章二十八年 神到二年 爱神的人 主要是爱神 爱神的人就是遵循上话语 效法耶稣基督的人 你看这就是很奇怪了 这就很奇怪了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国 知道吗 你一定要把这个 但耶稣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给记下来 这句经文你得背下来 一定要背下来 还有罗马说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这经文你一定要背得下来 这个你要背得下来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照他喜悦所找来的人 爱喜悦找来的人就叫他 效法他儿子是他儿子在政治当中做长子 好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以后我们讲世界历史 讲中国历史 就是单一隶属的历史广为真心 我们对周围国家的看法也是单一 我是坚决反对文化使命人 我就是根据单一 其他的国家他的心率跟我们有关系 我们在乎的是基督的这个国度 这两个国家 一个属灵的国 而地上的国呢 金银同铁 你是没有办法他阻止他 因为上帝宁定了他 预定了他们不断的衰落 金银同铁异 你救不了他 你救不了美国 你救不了中国 你救不了日本 你救不了韩国 他们都在衰落 你能够用力的就是复兴基督的国度 你看我写文章 我不关心 中国好 我也好 我也不要是周围国家 我不是我要去放把火 小老师今天要拿把刀去砍人的 我也不干这件事情 我也砍不了别人 我也不会去放火 去毁灭人家 我们关心的是基督的这个国度 当然那些没有崇尚的人 他看不到这个国度 这个人手没有找出来的事 我们坚持基督教的历史光 你有基督圣经的历史光 你才有圣经的生活光 怎么 我们今天的历史光 往往是什么 自由主义的西方的奈希 各种各样的 各种形形色色的 还有尊贵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光 还有尊贵的如道佛的历史光 但我们不是 我们是但一里的这种历史光 王朝历史先帅是他的事 我们要守卫的是基督的国度 爱他的国度 至于历史光 就像丹一里一样的 我好好地做事 你犹大国灭亡了 我知道是神的审判 教会早在神的审判 你巴比伦兴兴起 我就替巴比伦兴做事 你博士国兴起 我就替博士国兴起 你国民党中华民国 我就替中华民国干活 中华民国跑到台湾去了 中国共产党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就替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工做事 对对对 但是我的国我今天知道我是属于耶稣的人 我是基督的人 如果我是在美国 假设我是美国人 我不是美国人 美国人 共和党治理美国 我也顺服共和党的领导 民主党治政 我就顺服民主党的领导 都是这样 英国 保守党 指政 我就顺服保守党 工党治政 英国工党治政 我就顺服工党 自由党治政 我就顺服自由党 是不是 如果有投票的权利 我就投票 没有投票的权利就没有了 像我们没有投票的权利 这基督的历史国 你别说跟他刚着来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广传福音啊 对不对 你要火出耶稣基督的爱来 兴亡爱来 对吧 就像但一礼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历史 基督的历史国 我们活在历史上 要不然你去历史干啥 他倒了 我也不会去服 我也不会去拉墙去保卫 我也保卫不了 我不推倒他 也不去保卫他 因为无论怎样 都出于上帝的预定 对不对 那照你怎么预定 没告诉我 对吧 什么没告诉我们 俄罗斯怎么会被乌克兰 打成那个落花流水 我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不但是 这我们人看的 什么呢 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 对不对 怎么会被乌克兰 打成落花流水 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但你现在 将的明天 我不知道怎么样了 俄罗斯会不会反过来呢 我不知道 现在是这样子 这几天是这样子 我们就讲这一半 后面来讲 单一笔的未来世界的预言 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讲 我们讲的历史的见证 大家一定要读单一笔书 一张到六张 直到历史的辛酸规律 就在这里头 中国地上 不要看到今天富裕 我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中国人好像平均72岁了 对不对 有什么病 医生就看一些就好了 好像手机变成现在iPhone14了 对不对 然后苹果机 像说明年的马斯克的新链 什么手机都可以适应了 我不知道 可能会真的会有 马斯克很厉害的 我们承认这些事实 但是我们要知道 人类的历史变化是金银同体 你的就是越来越衰败 人性是越来越衰败的 婚姻越来越脆弱 朋友的感情越来越脆弱 亲情越来越大 这是外面的看得见的 婚姻越来越衰败 人类越来越容易淫乱 容易偷窃 人以败坏 人以嫉妒 人以纷争 这是外面看得 我们里面 我们的眼睛 心灵的眼睛 越来越近视 越来越黑暗 我们的人性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软弱 从前我们养几个孩子都没事 现在一个孩子 我们都心生疲惫 还有我们的道德观念 越来越败坏 我们越来越不在乎什么 道德性的教训 讨厌 未到事 再好是读得恩典 别给我谈真理 昨天我们叫做家庭经办 学习的是 约翰福音 一章一诗四节 道成了 Rosen住在我们这间 丰丰富的有真理 有恩典 我们见过他的人光 就是复读圣之论 我们只要恩典 少给我谈真理 立法真理 我们只要真理 多给恩典 多给恩典丢了老师 爸爸妈妈 多给恩典 给儿女 不要谈真理 少谈 讲到这好 讲到十五分钟 不要讲很紧 讲到很多 很多的 别老师一想把圣经这么说 圣经那么说 多给恩典 多剩钱 多分线 那才是正道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 遇了一些衰败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就结束祷告 那么有问题的同学 欢迎你留下来问 我们进行